蘇花公路崇德斷二 四號下午五點半左右 發生一起落石砸車的意外 69歲的李姓男子開車剛出崇德隧道 沒過多久就被落石擊中了 因為石塊砸到了駕駛座 導致車輛失控 自撞閃避 而李姓男子被警銷救出後 送醫急駐仍宣告不治 白色轎車卡在山壁 整輛車動彈不得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副駕駛座安全氣囊爆開 擋風玻璃碎成蜘蛛網狀 車體零件散落在地 大併警銷道場進行救援 救護人員將受困在車內的駕駛 抬上單架 送醫急救後仍傷重不治 車輛失控 自撞山壁 你呢 受困車內 經119道場將受困駕駛抬出車外 發現李姓男呼吸心跳 69歲的李姓駕駛24號下午5點半 開車行進蘇花公路重得隧道口 在台九縣162.9公里處被落石擊中 先是擋風玻璃被砸破 石頭在擊中他的頭部 導致整輛車失控 直接衝撞到對向車道 最後衝向山壁才停下 警察 李姓男執照正常 酒精濃度 善待院抽血檢測 是不是酒醬釀貨藥等檢驗結果出來才知道 而詳心事發原因還有待警方進行不釐清 記者劉民算 宋淨妮採訪報導 中文字幕——YK